刚才抢了一个买披萨的订单 让我送到女生宿舍楼下 小哥哥你把披萨放篮子里就行了 装好了 哎呀 哎小哥哥你别走 你先等一下 这谁啊这是 我喜欢好看的 挺好看的 他还没有男朋友的 你跟我说这个干啥 披萨钱你怎么给我 王雨婷 你不跟闺蜜逛街去了吗 他谁啊 你是 我是 跟我玩假装不认识 把我当备胎 挺厉害啊你 他谁啊 什么不认识 不认识 继续演 你这左后背这是不是有个字 他这都知道 你们继续吃吧 其实我刚才接了个送礼物的订单 让我赶紧去解释解释 哎他来了你到底是谁啊 那个我是跑腿的 你闺蜜让你送生日礼物呢 说让我逗一下你 他有病吧 哎我还以为你外面都够了呢 那个希望没有影响你们两位之间的感情啊 哎他是我弟啊 哦 哎别走啊留下来当我姐夫啊 当你姐夫 想的美 今天接了一个买荧光棒的订单 要求特别亮 你好 那个这是给你买的荧光棒 你见过荧光棒吗 这不就是吗 我跑了好几家无尽店买的 挑的功力最大的 特别亮 好好好 哎你见过特别亮的小星星吗 小星星你说的是哪一种 就我写上这种你看看 这没有啊 这上面 哎 哎你好 你是乐乐吗 嗯 你是 哦 你认识徐坤吗 我大学同学 对你记不记得你毕业的时候 他帮你搬东西 嗯 你跟你室友说你特别想去一个地方旅行 布拉格是吗 嗯 对 你等一下我给你看个东西 这是他订了两张去布拉格的机票 哇 我就跟他说习口说了一次 你跟他居然 愿意跟他一起去吗 怎么样怎么样 他答应了 哈哈哈 他要去哪 呃布拉格 哦 那我赶紧把巴黎和罗马机票退掉 哎呀一下订六张机票真是难为你了 今天接了一个买樱桃的订单 哎你好这给你买的樱桃到了 哦 我也挺想知道这个樱桃甜不甜的 哦 哈哈 哎 哎没事 嗯 挺甜的 挺甜的 啊 我给你唱着歌听你让我吃点樱桃行不行 那也看你唱得怎么样 夜里做了美丽的 梦 香轻香 你还想吃樱桃 你可能对我的歌声有所误解 如果你不让我吃 我就一直在这唱 香轻轻我决定 全拿走 全拿走 哈哈 我是跑腿界彭彦 今天接了个订单 帮小姐姐把碎了的盘子复原 看她脸上愤怒的表情 就知道这个盘子对她很重要 还好 我当年在武当山学了复原术 三 二 一 搞定 小姐姐瞬间变开心了 还送给我一袋水果 她被我的魅力深深折服 最后还对我音音不舍 小姐姐真是太热情了 真是美好的一单